接着看到是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 那么县长中东景亲自来坐证在了灾害应变中心 并且能与18乡镇市公所来连线 了解各地的准备情形 也要求各单位要确实做好防台准备 随时注意最新的台风动向严正以待 因应山陀额台风来袭 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 苗栗县长中东景担任指挥官亲自坐证 要求县府各局处及协情协力单位做好准备 并与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 了解各地防台准备情况 料敌从严也不要太大意 虽然现在由气象看起来 我们这边应该是比较没有 雨量也没那么多 然后风力大概也是比其他限制比起来 我们这边算应该会比较轻 因为如果等台风登陆以后到苗栗来 他们的依据是会变成青台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也希望大家在台风的期间尽量不要外出 除了医疗弱势族群妥善因应 县长也才是及时了解县内土石流浅室区状况 密切观察降雨量 必要时社会处将协助各公所 视情况开设收容处所 针对南庄太安山区居民也将实施预防性撤离 第一个我们担心落石 第二个土石流它也是土石流警戒区 这个虚域最宽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随时提高警觉 而且如果降雨大概也是降在山区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觉 所以麻烦台湾跟南庄两位乡长 一定要盯紧这个掌握任何的状况 那如果需要我们县府这边 随时我们都会支援 关注台风动态 县长也把握时间与灾害应变中心伙伴简单用餐 随时掌握台风资讯 做好各项灾害防救工作 保障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并再次呼吁民众台风期间减少外出 在家做好防台工作 严防意外的发生 感谢观看